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们前面才和大家说了, 2022是个魔幻之年,还真是魔幻不断, 特别是4月,更是异象不断。 比如4月1日,四川出现不明巨响, 4月14日,河北出现幻日, 4月14日,贵州下鸡蛋冰雹, 4月15日,湖北多地下大雪, 4月16日,哈尔滨刚刚出现了血月一项, 看来,四月都可以称之为魔幻之月了。 下面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地说说, 刚刚发生的新异象。 看看照动着太阳,跟气球似的, 透红透红的,漂浮在空中。 大家伙都说是异象。 拉近了啊,这是。 是吗? 这是太阳,没看到这么红吗? 红太阳,终于吵过呀, 这我吵过是红太阳。 你看那个,太阳那么红呢, 看看,是吗? 真红,真红,真红。 头一回应,很怕。 看你头怎么弄玩了,真的。 2022年4月16日傍晚, 黑龙江吉利良省的部分城市上空, 出现了一轮奇异的雪红色太阳。 而巧合的是,在2022年4月16日夜间, 这些城市又紧接着出现了一轮 巨大的雪红的诡异月亮。 它在天上俯视众生, 空气在它倾斜的血光中颤抖。 网友纷纷说罕见, 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长那么大, 也是第一次看见, 赶紧喝了一杯奶茶, 鸭鸭鸡。 大哥解释非常让我兴趣, 他说月亮被鞭鸿骂了。 16日傍晚, 哈尔滨、吉林和赵晴等地的上空, 出现罕见的红色太阳。 诡异的是, 空中的太阳有的呈现红艳艳的颜色, 十分罕见。 有的中间仍是平时看到的亮色, 但周围被一圈红色包围。 当地民众纷纷拍下这一奇景, 并上传至微博, 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调侃说, 月亮也变红马了。 不过, 从中国各地网友的反馈来看, 只有哈尔滨和吉林等, 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民众才能观赏到血月。 许多网友表示, 感觉有大事发生, 又是血月, 又是三个太阳。 今天血月, 每当出现这个天象都不是什么好事。 血月基因有妖, 反常。 血月代表着有大事发生, 哈尔滨是逃不过了。 还有网友说, 4月16日这天, 哈尔滨还出现了红色太阳, 可谓日月同色, 红日血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血月属大凶之兆, 每一次出现都预示着饥荒、 战乱、 冤暗、 瘟疫, 甚至是王朝覆灭和朝代更替。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历史上出现的这些血月事件。 1949年至1950年两年间, 每隔六个月就发生一次月全时, 这是500年罕见的连魂四血月。 1949年10月6日出现血月, 就在此季, 中国社会也发生巨变, 苏联扶持的中共窃聚了中国, 血洗深州大陆。 从此, 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中国人失去神传文化, 生命受到无神论的蹂躏至今。 1899年6月23日出现血月, 当年发生了义和团骚乱事件, 四处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导致了第二年的庚子之乱。 1900年5月15日, 义和团攻打占领了天津族界, 烧教堂杀死洋人士兵。 当晚, 夜空出现血月景象, 这一天不是月全时之日, 却也发生了血月现象。 这一天, 对清朝的败王来说, 是一个要命的转折点。 义和团的仇洋排外的乱举, 招来八国联军侵犯中国, 8月14日攻入北京城。 次日, 慈禧和光绪帝狼狈逃离北京城避难, 从而点燃了清朝覆灭的导火线, 清朝一败涂地, 历经剥夺与国耻, 终而走向王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血月记载, 永泰元年是南齐明帝在位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四月出现血月, 三天后, 大司马王静泽举兵作乱, 事后五个月内, 齐明帝崩。 一年后, 南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八月出现血月, 举兵的食安王萧瑶光被诛, 不过两年后, 东昏侯也在另一次兵变中被杀死了, 南齐的历史也告终。 1644年4月24日的血月现象, 与明朝崇祯皇帝有关, 众多的历史典籍都记载了这次事件。 在血月的招摇下, 闯王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 崇祯皇帝朱友简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 吊死在眉山的一棵歪薄树上, 结束了自己辛劳而无奈的一生, 明朝灭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前夕, 四川地区曾连续几天出现了橙红色的血月现象。 2003年5月16日月全时, 血月出现时, 广东也正爆发, 萨斯大疫。 疫情的原发议员地位广东顺德市, 至2003年9月间, 疫情散布到29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历代史书中, 将血月列入月变的一种, 月变色将用秧灾, 变为赤色时, 是由夏而起的夺位征战, 冰祸与大汗, 饥荒的征兆。 西汉医学大师金房的周易妖战说, 月若变色将用秧灾, 青为鸡与幽, 赤为征与兵, 黄为德与喜, 白为汉与丧, 黑为水, 人病且死。 红色月亮是至阴至寒之相, 照使人间正气弱, 邪气旺, 将会导致风云巨变, 山河悲鸣, 天下动荡, 火光四起。 唐朝以色战中的月战也说, 月变色将有秧灾, 变为赤色时是举兵征战的征兆。 对照尚述的乱世末代的事件, 得到了验证。 后汉书五行六指出, 事天不谨则日月赤, 就说人间对天神施敬, 做人违反天道, 也会出现日时月时, 产生日月变赤的异象。 历史上出现的血月异象, 实则都是上天对末时的警告征兆。 我们将之对照当今社会, 其间的相似度令人惊恶。 今日之乱象, 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让人惊惨。 中共自窃政七十多年来, 给中国人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中共恶党依靠暴力革命, 采用高压恐怖和欺骗的统治手段, 不断地搞运动。 对恶党划定的所谓阶级敌人, 以及所有持异议人士, 有信仰的人, 统统遭到残酷的镇压, 甚至杀戮。 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 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危害人类的。 中共宣扬无神论, 否定善恶有报的天理, 宣扬斗争哲学,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反天,反地,反人类, 砸碎道德体系, 让中国人丧失了传统的 互住互静, 离让谦和的善良本性, 变得极端自私, 无恶不作,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一切罪恶的源头就是中共, 看看中共的贪官, 个个是腰缠万贯, 买豪宅, 开豪车, 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中国的底层被中共恶党 榨取得几乎一贫如洗, 真正变成了恶党体制下的奴隶。 中国恶党搞官商勾结, 权贵阶层趁机吞并国家的财产, 大量的国有资产变相地成为 中共权贵富商的家族产业。 有2%的权贵阶层与富商 掠夺了90%的中国财富, 贫富差距居世界之罪,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家。 这一点, 从被抓捕的高官巨贪家中 搜出的一万现金就可见 中共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回旋的地步。 这样一个腐败, 魔鬼党怎么会不灭亡呢? 如今更是各种灾难遍及中国大陆每一个角落, 上天也一直在不断地降下意向警示着人们, 天灾是对作恶者的报应, 人不知天知。 各种灾难与意向的出现, 同时也在告诫人们, 中共气数已尽, 别看他貌似强大, 已是病入膏肓, 他已经挽救不了自己, 行将灭亡的命运。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